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 元旦发生7.6级的大地震 死亡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48人 能登半岛数万户家庭断电 是的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透露 目前已经紧急撤离5万7千人 至少有120人等待救援 轮岛式的建筑因为地震倒塌 引发猛烈的大火 有100多栋建筑被烧成灰烬 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 元旦历经地牛翻身 强震给石川县最大的城镇 金泽市带来措手不及的心免伤痕 轿车被压在建筑底下 道路塌陷 岩石和土崩切断了通行路段 加剧救援难度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军人 消防员和警察 第一时间派往重灾区救援 然而由于道路严重受损 能登半岛几乎成为孤岛 搜住行动遇到瓶颈 另外根据国土交通省表示 石川县能登机场受地震影响 跑道多处出现裂缝 机场航站楼也受损关闭 大约500人受困在机场内的停车场 虽然有粮食物资 但机场附近的道路不通 几乎处于孤立状态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 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证实 目前有120人等待助援 石川县和新系县已经设立 955个疏散中心 安顿超过57,000人 轮倒市中心遭受史无前例的破坏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大量建筑因地震倒塌 引发席卷100多栋建筑的猛烈大火 整个市镇陷入一片火海 消灯人员连夜灌注 大部分火事已经受控 不过截至星期二早上 遭火魔肆虐的城镇满目疮痍 冒出灵星火焰和白烟 消灯人员在一些倒塌的建筑 搜寻生还者的下落 与此同时在核电站方面 尽管新溪县的核电厂 发生燃料池水溢出事件 石川县的制鹤核电厂 则是出现变压器 出现漏油等等问题 但核能安全委员会指出 目前受影响的核电厂 辐射值正常 对周边环境没有影响 当局将持续追踪 此外有民众星期二拍摄了 能登市的灾后情况 当地的一个小港口 道路遭到严重破坏 救援队还在捷径所能 到偏远地区转开搜救工作 基础设施受损 导致能登半岛 至少有数万户家庭停电 日本气象厅警告 未来几天可能会发生 七级左右的地震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